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上班族变成了农夫 不是为了逃避压力 也不是为了移情养性而已 他是真的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牡丹的伙伴都好的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先集合了 免得越下越大 只要你对务农有兴趣 就算冒着雨 许湘怡都愿意交 愿意带你在他和男友 王玉峰开墾的农场里 好好的认识农业与生态 我觉得我们的环境不能再等了 好像有一个使命 觉得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认识这些我们农耕 或者是我们在饮食上面的本质 应该要更能够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十多年来 这女生为了实践理想 踏出的每一步 都如同说话的语气 温柔而坚定 在务农之前 她本来是个在卫福部工作的 平凡上班族 是食安风暴让人生转了弯 我原本是在工卫领域 所以原本是在工部门上班 对 然后 接触到这块领域 踏入农 一开始只是为了要自耕自食 想要自己种自己觉得安心 可以吃很信任的食物来源 起初她先利用假日租地种菜 也去社大上课 父亲想不透女儿 怎有这种兴趣 体力上的消耗对她来说不难 难的是食座后遇上的问题 我耕作一段时间之后 我也觉得就是 对我来说就好像一直破不了关 就觉得说 为什么 你有施肥也不一定长得好 这些森林的树木 对面的树木 你没有帮她做什么事情 她可以长成大树 那她养分从哪里来 养分其实就从脚下的土地而来 只是那时许湘怡不懂土壤的重要 和改良方法 为什么要破木头 但因为看到开始有增菌繁殖了 是 好 这下面全部都是我们的木头 是 直到去进修 吸收国外资讯才了解 原来多数地方的土壤早就出状况 不但全球每年流失254亿公吨的可耕土 人为破坏导致烈化也很严重 这个土壤生存要花很久的时间 可是我们人为不当的照顾 会让它流失的很快 肥沃的标土 它风吹日晒雨淋 先慢慢的烈化 那我们作物生长就会有困难 作物生长差 人类再追肥就形成恶性循环 它终于找到问题的癥结 于是再去找解方学习改良 没想到研究出兴趣和专业 开始有机会受邀到各地分享 学生问他某些问题 他可能不一定知道 他就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去研究完以后 再来回复你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进步的一种动力 这投入令台大农艺系毕业的男友很佩服 他也对永续农业有憧憬 但真要像女友一样 平日上班假日上课或教学 几乎全年无休 最后还大胆踏出舒适圈 说真的不容易 其实许湘怡也是考虑许久才转行 就回到办公室之后 你就觉得哇塞 我要每天坐在办公室 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写公文 然后处理这种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事情 然后觉得好痛苦 就整个就是坐不住了 就是觉得那个每天坐在办公室 其实你的魂都不在那里 然后想说好 应该是时候了 那时刚好有个要到尼泊尔东南亚 推广农业的工作出现 生活不至于没着落 他终于下定决心放手一搏 我们想推广的其实就是一个 复合式的一个种植 它是比较真正的生态农耕 不是你有动物就是生态农耕 我们要的是真的是跟这个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 真的是和谐相处的农业模式 两年后带着满满的国外经验回台 后来王玉峰也得知亲戚在林口 有块荒地能利用 两人便决定一起实践 心中的农业蓝图 但事情没想象中简单 他们永远忘不了 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的景象 嗯 这块地周围的氛围不错 但是这块地整理起来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都 现在还是这样看得到里面的地 之前是只能在马路边 是看不进去里面的 王好处想是以命性高少有污染 但移除杂林后才发现眼前一片红土 这土质排水性好 但偏酸根本肯难种植作物 更麻烦的是土质烈化严重 螺丝起子 搓到这个土壤里面 它只能搓到15公分 我们就搓不下去了 而且还是一个荒废很久的土地 还好许湘怡之前的累积够丰厚 这一次他懂得处理了 要试试三明治工法 我们在种植物之前 底下我们是挖很深 就大概可能到小腿的深度 然后底下我们是用 类似像三明治的做法 就是它里面 我们摆的成分就跟 我们做堆肥的成分有点像 组成是有点像 然后我们把它一层一层铺好 以后上面再附土 它里面可能就会有木质植材 就是像枯枝啊 或是我们聚下来的树干之类的 然后还有落叶 然后可能还有草 也就是类似在地底埋堆肥的意思 他们选用含木质素的各式天然素材 来生成更多腐质值 代表说它里面的微生物也会有更多 那我们改良土壤的时候 用这种多元的 有多元微生物的这种堆肥 来改良会比较快一些 物农第一重要就是要先照顾土壤 我觉得农夫真正的天职 是在照顾土壤 把土壤照顾好 做物才会长得好 为了友善温柔地修复这片土地 许祥宜几乎每天忙到回头土壤 起初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 长辈他们就说 你念书念这么多 就跑去务农 好可惜喔 我说不会啊 这个知识量也很大 永远学不完 农业很深很广 还要融会贯通 喜欢挑战的许祥宜可 一点都不觉得苦 像改良土壤的方法 对保水也有帮助 大雨来的时候 你会是看到 可以看到那个表土浸流 然后就是从上面就是冲下来 他在水汇流处挖集水沟渠 一样填入碎木 把雨水储存到地底 一部分会保存在表土 尤其我没有铺碎木的地方 因为木头是很能吸水的一个物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也会先往旁边扩散 扩散到旁边的土 然后再来就再多的水 就是继续往下流 拍摄前后适逢大雨 圆区果真没积水 土地柔软 证明了水土保持确实有成效 它还在温室旁增设雨水系统 收集灌溉用水 从无到有 一点一滴建构理想中的 自然循环农园 那还包括生态重建 这天他们就打算在蜡木树下搭棚架 种番茄 我们希望每个单位面积的产量是最高的 所以 这边有蜡木 那底下我们现在已经有地瓜叶了 然后另外一区有黄公菜 那可是我还是可以在上面 再做一个立体的栽培 不同作物共生不仅能增加产能 更重要的是能造就生物多样性 所以许香仪什么都种 园区内有数十种蔬菜香草 还有好多花 很多的生物 尤其是昆虫 它都需要花 就像我们种这么多花之后 我发现很多不同种的蝴蝶都过来了 蝴蝶来了 其他昆虫动物也来了 生态平衡 病虫害自然会获得抑制 只是在规划布置的过程中 还是有好多土霸状况 这个它居然没做缩口 怎么办不能接 对 球大 当初叫货时忘了提醒做缩口 铁管无法衔接 这回排程中的公式 势必得先暂停了 那怎么办送回去给它 送回去给它做缩口 我问老板 其实一路走来挑战真的很多 曾经它坚持只用天然素材搭架子 没想到竹子太容易腐败 反复搭设浪费不少资源人力 但它没泄气 而是在过程中不断调整做法 我们好奇如此坚持理念地经营一个农场 难道没压力吗 我觉得做一件事情 一定先不要想失败了怎么办 才有办法全力往前冲 如果一直想说 我怕做不起来 或是这里以后赔钱 或是这里以后 根本就没办法 有自己想象的样貌做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就永远做不出来 把萝卜呢 把萝卜呢 把萝卜也要喔 那个Iris它明天要十条萝卜 我相信就是意念的力量 所以当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成 它就会做得成 许霞宜相信尊重大自然 它会回馈你 这是柠檬麻鞭草 然后这是植椒花 这个是白子莲 然后这边的这个是蜜卤辣椒 现在生意盎然的景象 也许就是最好的见证 就有餐厅主厨看中这里 多样的蔬菜香草成了忠实满家 疫情期间坚持现彩直送的蔬果香 也受欢迎 走了四年终于站稳脚步 但他们更想做的是发挥影响力 所以许香仪才会优务农 又积极导览分享 想让更多人知道土地健康 生态平衡 你收获的不止农作物 还会有健康的种子 农员自成循环 就会生生不息 而愿意改变的农夫 会是守护环境的先驱 他们有经济上面的考量 生计上面的考量 要养家活客 所以一定要保障要有收成 但我觉得可以先一小区块 一小区块的慢慢开始改变 因为养生态这件事情 养这些昆虫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 至少要给他三年的时间 三到五年的时间 有其他人愿意加入这样的做法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尽量让 用这样的做法 可以快速地传递出去这样 那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开始散业 当越多人去做 就会越快看到成果如花绽放